哈嘍,这里是奥冰塞塞,哈尔维斯特拉准备。 这声音会不会太小了,他这个神领编剑石一点都不像战绩,是另外一种。 哇,怎么画质这么舒服的,这个游戏,男性女性中性,怎么还有中性呢,中性? 等一下,我试一下,这不都差不多吗,女性也是这个头发,男性也是这个,什么鬼啊,那还不就是女性呢,哪个好看,这个好看啊,第一个语音是男的,我用下面这个。 骚逼,我叫骚逼,其实应该后面夹上去的,OK。 骚饼是时候醒来了,快起来吧,快去捕捉薄红旺了呀。 北欧女神负罪者,没玩过。我就玩过火纹,战绩系列。 还有一个叫圣女战棋的,有个是国产的游戏,很久以前有一段时间。 然后就是三角战略了,最上半年有个三角战略。 少女这样一来你的伤也治好吧。 不管选男的选女的,这个游戏里面长的都像女的。 这是Switch版啊。 这个游戏应该是只有Switch有吧。PS是那边没有的,就是Switch上的。 你看这画质,你就会感觉到你脸都糊了起来了。 远的地方一点都糊了起来了。按B键跳跃。 NDS上面我玩过挺多的,也是勇者斗恶龙一大堆。 还有什么符文工坊什么的。 怎么回事,死掉了。 哎呀,看来你醒了,看来只能我来配音了。 不用把我刚才的话放在心上,我并没有想着用魔法强行把你砸起。 我叫科雷斯。 在这个远跳之丘下面有个叫做莱瑟的村子,在那里当医生。 该我提问了,你貌似不是这一代的熟面孔。 你竟然在死记期间外出,想必你的脑袋不太清醒吧。 你是旅行者之类的人吗? 这个,这对话框显得很low的感觉。 哇,这画质。 可能是我刚玩过那个PS上的游戏。 这感觉很奇怪就是。 转换不过来了已经。 又回到了,又回到了熟悉的感觉。 哎? 宝箱不当剪。 加号键。 哇,战士职业。 然后看那个试玩里面,那个不是试玩,就是展示。 它那个节目里面是有可以转职的。 职业战士。 哎,这个游戏的LOG UI是真的怎么这么简洁啊? 太简洁了这个。 太简洁了这个。 屏障了吗?不让走。 服了。 储物箱。 哇。 哎呦,完了。 刚才那个北欧女神玩的很热。 现在有点凉下来了。 我穿个衣服去。 秋现在别动啊。 你就是克雷斯姐姐說的那個倒在路邊的人吧 這裡叫萊色村 萊色色的村子叫萊色村 帶路 估計也沒幾個人了太晚了現在 我在哪兒 我看到有什麼防具墊一大堆的圖標 就是畫質很奇怪 對 地震了 哎呦 应该是播片了 没有 我能感受不到 我当时在哪 我是在浙江 没感受过 太恐怖了 哇 这游戏 前面给他开头 动画搞得很好 但是实际画面 实际的画质 那我再往前推一下 天降迷宫 然后进去打迷宫 洁晶内部的深处 这是什么 是怪还是什么 是人 有像那个谁呀 我看到这种 我就想到那个 古王里边 古王里面 他有个布下 那个女的 叫啥 粉头发 那个女的 也是一身 这种红铠甲 第一张开始 这才第一张 它是试完版 要到第二张 很长的 明天再搞 明天再搞 别害身体 我也不想种甜 我想打怪 你又叫我去喝枇杷 我说到那个枇杷糖浆 你上次 叫我买的 我上次买了以后 你知道怎么 我倒了 就是我放在 有个箱子里 然后 我就是 鞋子放在那里 我不知道 然后过很长时间 我去看它以后 它已经到了 而且生虫子了 我操 因为它那个是甜的 生虫子了 我去 那很久 它是糖浆 然后我就洗了很久 我去 就会倒出来 其实我感觉不如胖大海 我后面就去买胖大海 胖大海好 感觉比糖浆好 去药店 不能保存 这个不是炼金工坊那边 是另外一边 是Square Enix SE那边 就全都是SE的游戏 要种田了 就是第二天开始要种田 你看左下角有一个切换道具的 哦 这样切换道具 Z二键 好慢 这个 种的有点慢 要跟几次才算完成 哇 你看我这个 我狂按外界会这样 疯狂闪烁 怎么说呢 这有个特效 稍微比那种 牧场乌鱼那种感觉好一点 有一个特效 这样闪一下 早点玩到打怪的部分 这个游戏后面可以打怪 每天要进行浇水 出货箱 牧场物一样 还有出货箱 我刚开始进来的时候 它可以选择人物的一个造型 可能跟我选的也有关系 我选的腿比较细的 它有那种大粗腿的 就是下面比较粗的也有 看你喜欢哪种 喜欢小细腿还是大粗腿 这个是仲田游戏 对 仲田加打怪 也是那种 跟符文工坊 差不多的那种 然后画面有点不一样 哇 深夜有剧情 旁边躺着一个变态 他居然敢把陌生人 直接放在自己家床边 牛皮 而且我选的是女性角色 欢迎洛银轩 是女的 ILCA把奖杯放在 公司商标旁边了 我看到群里有人发了 今天 贼搞笑 ILCA就是制作 金碳钻石没让珍珠那个公司 他们感到非常的光荣 拿到了一个 拿到了两个大奖杯 直接晒 晒出来 我去 可以吹一辈子 这么拉胯的游戏 竟然拿了两个奖杯 乌龙可以不停地打 那就好 那个游戏可以重点玩一下 因为就那个比较好一点 还有那个圣 那个女武神 那个挺好的 这剧情都没怎么看了 就说这个好像是一个魔族 然后他们村子的人 非常生气 既然如此 你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我还无法完全确定 不过你们的打扮 还有自动建筑的文明水平 虽然有些物品与史实不同 中世纪 说我们这边是中世纪 它来自未来 未来人都穿丝袜的 估计我来自于这个时代的未来 我也希望这只是一场噩梦 但是这就是我目前对现实的理解 如果想嘲笑我是疯的 就尽管笑吧 我感觉玩这个要玩好久的感觉 剧情有点 就是 就是有种又臭又长的预感 这个游戏 熟了什么鬼啊 昨天再种下去 今天就熟了 这个游戏种菜很快啊 种子特别容易成熟 这个神经病游戏 刚进来的时候还是说 就是 它外面说什么可以选日语配音 结果竟然一句配音都没有 是吗 有PC 那就是PC加Switch 这个东西 那不应该啊 那为什么PC没出世玩 还真有啊 真有啊 PC版售价398 我差也是这样子的 都很贵啊 这个 这个垃圾游戏会这么贵 那应该PC版比 比那个比这个Switch版应该好不少 过去又又忘了 你买啦兄弟 你为什么不买Switch卡带啊 我要去买PC版 很很那个啊 这种 不划算啊 直接去买Switch卡带多好 哦 这就是风之草原 有那个怪长得很像 来自深渊里面 一个第二季的怪 看见没有 那个 嘴巴尖尖的那个怪 外界普通攻击 暗兔Z也有病 推动 进行冲刺 什么意思 冲刺在哪里 冲刺不了啊兄弟 冲刺 就是跑步 可以了可以了 这怪好丑啊 来了 来自深渊的怪 采集与挖掘 应该是你玩到第二章了 但是你没有来采集材料 就这个 怎么闪避呀兄弟 有没有闪避剑 没有闪避剑 那我不是要被干打呀 我去 等一下等一下 左下角血条挡住了 快跑快跑 这个B在搞我 这没有闪避剑怎么玩 我找找看有没有 好像就是跑步剑 没有闪避剑 那这个怎么太low了吧 就是乱砍就行了 闪都不用闪 找一下吧 有没有那个石头 我是过来找石头的 天又黑了 那这个游戏不行啊 那如果遇到那种厉害的怪 不是我必死吗 操作都没着操作 然后就直接被干死了 应该就是没有闪避剑 有人问什么收获之心 这个叫好像中文名非官方翻译叫 风饶之心 不是收获之心 哎呀又回家了 靠怎么会这样吗 你不能给我多打一会儿 我去这个任务怎么这么多啊 收集十块石头 然后还要拜访什么一大堆店铺 这些等下都要去看一下 这个试玩的东西还挺多的 快爬吧 获得了什么种子 因为我不想露宿街头 所以我决定暂时介入在这里 你交房租的呀兄弟 白白给你住 啊 虽然这也不是我的房子啊 你也太自说自话了 你也不是这个家的主人吧 我居然被他发现了 这个混蛋 哎 这个上床也还有一个动作 别的动作没有 这种搞个上床动作 完了 被他白嫖了 白嫖的理直气壮 鞋子没动 你怎么关注这种啊 他也不可能做出脱鞋的动作 那就不是这种不是中田游戏了 是那种 叫吧 大人游戏变成大人游戏 可以跑步的可以跑步 就是正式版如果这个游戏添加语音就好 没语音就跟干扯的扯什么都不知道 改建店老板主要可以改建建筑以及村里大家的农田 扩大农田要找他 还可以饲养家畜 养猪可以养猪了 解锁烹饪台哦 还可以烧菜 功能挺多的这游戏 口尼其窑2000块5000块我的妈 我就300块可以养鸟养鸡 还可以养羊 对是Switch 昨天玩了星之海洋跟那个女武城北欧女城 赶紧过 这是买种子的地方 把任务权过一下 我看看能买什么 我去 背包2 垂掉心得 好多呀 哪泥 这个回归零是一次性的 我以为是无限用的 我刚才用了一个 一次性的 这个游戏太不友好 只能说这些游戏都卖的比较贵 我感觉 你说 数字版的话 我现在只能接受任亏券那种价格 就是平均一个250左右 超过300 完全就没有兴趣了 任亏券还是玩完还差不多 铁匠铺老板也挺好看的 一个个日本的游戏卖的都贼贵 中国的游戏卖的贼便宜 然后还被喷 就是这样 哎呦 我又有点想上厕所了 喝太多了 你的人生应该你来做主 曾经也有一个男人 因为没能拯救本应该可以挽救的生命 而后悔一生 他曾经就住在这里 我靠 这是个男人的房间 这是那个男人的装备 已经没有人会使用了 你就拿去吧 获得了魔剑士戒指 灯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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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 这个加魔攻物攻三点 哦 又是这种怪 这个制作组应该跟来自深渊漫画作者串通好 黄金香的 那个boss怪 哦 它这个地图就是 它之前任天堂树屋直面会里面演示的那个地方 那看来我肯定是 等一下肯定要被爆炸了 这个机器人是之前看到过的 这个机器人 在右边那个草原上 你是谁 你愿意帮助我吧 呵 是吗 还有人这么好事吗 如你所见 我的制服出现了护掌 似乎有零件弹飞了 你看他的头发就是 可能也是女的 恐怖 哦 是这里 我靠 两个岔路都可以迷路 回归零 回归零就是串动什么 哎 勇者斗狼狼11 他是后面出那个s对 s我本来都买了 那个ps4光盘了 后来我又卖掉了 没时间玩 就是太长了 这个本来很长 我以前玩过 完了 就是玩到很后面 没打完 这剩后面一点点 烂尾了 烂尾了 我觉得 但是说 我最开始买s 回去就是为了玩 勇者斗狼狼才买的 宝可梦还是后来一点才出的 最早是勇者斗狼11 他最喜欢吗 勇者斗狼 哎 加入了 迪安赛斯 赛打我 我一开始不太感兴趣 真的 后面才回去玩 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RPG 看一下我的队友啊 队友好像是法师这个东西 哪有法杖 哪有法杖 好僵硬啊 这游戏 僵硬的一皮 好不容易走出来了 这游戏最傻逼的是 没耐力不能平A 只能挨打 那种建筑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算了 和人类说这些也没用 你不必理会 他不是人类 那个身影莫非是公主 独角兽 来者和人 你们根本不是公主 胆敢骗鱼 注意你的口气小鬼 然后你看不见这高贵的新臣妾吗 大蠢蛋 别把他跟搅混为谈 大傻逼 不过这把这肮脏的血族 看成纯洁的公主 也是 这是我一生的耻辱 如若此次失误传入城内 可有伤体 千万要像皇族保护 不知道在说什么东西 魔族就是傲慢的种族啊 啊 要干我 要干我 想让我吃蹄子 想让我吃蹄子 直接干他 能不能吃药 我现在没有体力 怎么 来了要挡了 街灶小鬼头们 战斗画面跟进入宝可梦战斗 啊 我要死了 不能動 我麻了 不是蘑菇吃了一下加血但是我沒有耐用 吃這個三明治 來吧 火焰劍 他還會放這種 你看有地上那個紅圈啊 會放這種岩石法術 我這耐力能撐多久不知道 無腦一頓 快躲一下 哇被鎖定了 應該可以打過了 是我吃三明治我三明治專門留在現在吃 太早吃了打不過了 平A都A不了 這遊戲的戰鬥太逗逼了 火焰劍 給他處決一下 靠打空 蛤 挺有一套的 既然如此就別怪魚不擇手段 讓你們好好見識見識最終奧義獨角飛劍 还有第二段不是吧 我去 完全恢复了 自带自我再生混蛋 这我十个三明治都打过他 怎么样怕了吧 接着再战尽管颤抖 如此 鱼可以用刚才的奥义 恢复无数次 自我再生 匹匹无限 对啊 打斗真的很一般的游戏 你这无理之徒 背景应该有点欢快 哎 加入伙伴了是吧 我前面应该打不过去了 三明治就只有一个 来了来了这应该是boss了 长得这么丑鼻子就是boss 那就是魔物 准备好我的火焰剑 很牛呸 它比较牛呸 武器的攻击效果不会很明显 需要使用魔法攻击 干嘛钉着鱼 您不是能使用魔法 我确实可以 但是烧饼不会使用魔法 如果这样下去之后和那里魔物的战斗会脱长 毫无意义 准备要转值了 可以教我魔法吗 这种东西难以说教育就马上能学会了吗 很快了 这个马上结束了 打完这个 把那个PS5打开 它得切换一下 在扯蛋 这是马在扯蛋 不要一上来就放弃 闭上眼睛先试试看 太假了呀 闭上眼睛我就学会魔法了 发生了什么 接受了独角兽的讲课 因而觉醒了更为强大的力量 太生操了 这个操纵各种各样的属性 可以运用魔法 获得了新职业闲者 卧槽 你要扯蛋呢 你武器中的元晶 学习了独角兽的魔法 让你这个使用者产生了变化 别说些鱼听不懂的话 简明扼要一点 总之我也能使用魔法 反正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反正就是学会了 以后也会遇到这种现象 那时候你只要心然接受就可能 反正就乱转了 职业切换 换为闲者 里面这个人也有图标了 这个很有点帅 我看一看 等一下 好吧 等等再看 这哪一转 转了 样子也变了 看一看 外界平A变成了一个魔法 外界平A变成了一个魔法 过了 打都还没打 小心火盒是干嘛 这怪太牛逼了 哇 哇 你怎么堵在这里啊 你怎么堵在这里啊 哎他下来了 他下来了 他下来了 走走走 走走 走走 走到哪里的啊 还没到啊 你怎么会 走走走走 可以手 折腾 他沒怎麼打 沒怎麼練擊 一直往死裡走 到了到了到了 就在前面 哇靠 走過來真不容易啊 我身上藥都快吃完了 這是什麼啊 又是一個地圖不是吧 喔 還好還好 前面別再出現怪了 你看看是什麼啊 哦 那我肯定打不過了 再把我身上藥全部吃掉 這個人類可不能交給你 敵安西斯 另外一個金甲 來吧 幹我吧 快點幹我 這麼帥 手領有四種弱點屬性 針對弱點屬性進行攻擊會積累破防槽 破防槽滿時會破防 肯定打不過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學個樣也沒有 我的寶寶呢 寶寶就是一個 肯定死了啊 還躲不了這遊戲 這躲還躲不了 哇 機機死你打 哇 火焰劍 你看他的血條 我可以躲掉了這個 喔 快跑 你現在幹嘛 打火 他打火掉的血太多了 他這藥都吃不了 哇 垃圾遊戲 不練機就打不過 還不能閃避 強行叫你幹 等一下去玩臥龍啊 往前面 按幫子 爺 爺